据台湾联合新闻网27日报道 台防务部门统计 9月26日5时至27日6时止 发现解放军军机32架次 军舰8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 报道称 根据台空军公布 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 32架次解放军军机中 16架次解放军军机 掠过所谓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 西南及东南空域 包括2架次苏三式战机 4架次歼十战机 4架次歼十六战机 2架次BZK005无人机 1架次运九通信对抗机 1架次运八反潜机 1架次运八电子侦察机 1架次直九反潜直升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8日 曾在新闻发布会中 明确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而对于解放军军机 在台海周边的行动 大陆此前也多次作出回应 8月19日 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组织 海空联合战备警群 举行海空等兵力联合演训 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应 失忆陆军大校当时表示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 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大陆专家8月20日表示 台独势力与外部势力勾结 是造成台海动荡的根源 岛内政客和媒体应当失入反思 解放军采取相关行动的原由与目的 岛内民众应当清醒地 对台独行为予以声讨